这个山的形状很特别呀 你看它上面粗 下面细 就像我们洗衣服用的棒锤一样 所以当地人都叫它棒锤山 但是为什么又叫庆锤峰呢 这是康熙给它起的名字啊 当年康熙来这里游玩 觉得它像是寺庙里面的庆锤 所以给它起名叫庆锤峰 你看皇帝起的名字 就是比我们普通人要文雅一点啊 而且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个起石 叫做蛤蟆石 这要从特定的角度看过去 确实像一只蛤蟆趴在这里啊